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讲 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 转三次法论当中的第二次法论 般若共性的教义是不诸弥勒菩萨 他所造的弥勒五论当中的 相关庄严论 相关庄严论有八个大章节来进行诸解释 我们前面已经学了 一至六品都已经讲完了 现在今天我们讲第七品 过了之后第八品 八品和七品的内容都不多 我看现场的很多道友 大多数的人 整个课程都已经听得圆满 没有拿传承 其实这是非常好的 包括我发现 网上听课的人 与大圆满信心修习的人比较起来 虽然没有那么多人 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 我也希望你们 因为后面部分不多吧 我也想这辈子当中 讲相关庄严论的颂词非常不容易 也是自己觉得 接下了一个很好的因缘 在座学习的人也要对听课 对法门要重视 而且我们五部大论当中 很多的学习过程当中 有些辅导员 我也希望你们还是有针对心的 比如说 相关庄严有个别的辅导员 应该是长期心的 好几年当中一直要学习这部 有些是学习音笔 学习中观 学习俱舍论 自己对哪一部法门有信心 可能多花一点时间 我经常看到一些 像美国 德国 他们有些人对自己的专业 一辈子都是可以 用一个专业作为 自己人身的目标来学 其实我们出家人也好 在家人也好 佛教徒当中有一部分人 应该是这样的一种专业学习 这样的话 你自己到了一定的时候 你可能花了十年 二十年以后 在这方面一定会有一定的成就 不断是理论上的一些研究 同时在自己的实际上 也有一些尝试 这样之后 非常有意义的 因此我们学院当中 我从两年前给大家也已经提过了 提过之后 我相信这里有个别道友一直很认真地对待着 但是这一年两年还不够多 应该是过了十年之后 比如说你对中观和英明 这两个方面非常重视的话 那你这辈子不管是给别人讲也好 自己看也好 很多方面有一定的定解 这一点很重要 我看我们个别的一些佛友 好像刚刚学两三年 稍微有一点基础的时候 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又不学了 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 这一点可能对你个人来讲 也是比较可惜的 尤其是有些人应该 自己的文凭 水凭 世间的知识也很不错 出世间的一些信心 大悲心 这方面也不错 只差一些专业的 或者专业方面的一些 个别论典的知识 那这一点我想既然有些人已经出了家 出了家以后 没有什么其他的 你应该专业佛法 或者实地修持 有些人虽然没有出家 但是你毕竟已经学了佛 你为什么自己的最好的智慧 不用在这方面 因此刚开始学佛的态度要改变 你不要想 学佛就是念一点经 然后发愿一个往生极乐世界 归根基地也可以这么讲 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弘扬佛法 利益重生 还有自相续当中很多的这些 邪知邪念要一一并出的话 需要许多的一些智慧的武器 没有的话可能烦恼的怨敌 在你面前 可能现前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在他面前 不得不失败 有危险性 因此很多人需要 在这方面下功夫 不管怎么样 我们听课 我是这么想的 听课对我个人来讲也是一种享受 也是一种非常快乐的事情 你们很多人也有听课方面 比较长期的一种兴趣 这一点很重要 我经常也想 听课的时候 比如说在讲课的期间当中 我不可能有现行的烦恼 而且我心还是很专注地 与诸佛菩萨的智慧融为一体 而我们听课的人可能短暂的时间 有散乱心 有邪怠 瞌睡都有这样的 但大多数的那个时候 你把所有的时间的包袱都放下来了 自己的心跟佛菩萨的智慧融在一起 精心开始享受 这是一种人生当中来讲 不管是今生当中 还是来世当中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经常想 每天听课的人 每天学习佛法的人 应该只是一个心灵的疗养 心灵的一种保护 我们很多人就保护自己的身体 但是很多人没有保护自己的心灵 其实在我们非常复杂的社会当中 保护心灵是更重要的 保护心灵比保护身体还重要的 每天都是收出各种染污的信息 刺激着我们的身心 在这个时候应该是 出世间的这些功德 都是闻法的功德 大家都可能会听过 哪怕是听一堂课的功德 也是不可思议的 世间当中来讲 即生当中对你的整个阳性 心灵的健康 这方面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这方面希望佛教徒不要意味地 除了一点念个经 大大做 一提起来研究学习 或者听课 闻法 讲经说法 这些都是嗤之以鼻 这样非常不好的 我们历代许多多的高僧大德也好 许多的成就者 修行人 他们都把自己的学习佛法 当作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来修行 好 下面我们讲第七品 讲刹那加行 现在我们讲四加行当中 正等加行和定加行 还有坚持加行和刹那加行 前面的两者也是因果关系 坚持加行和刹那加行 也是成为因果关系 那么刹那加行内容是不多的 但实际上它是前面的几个加行 通过修训最后现前功德的这么一个仙观 这叫做刹那加行 刹那加行因为通过三个二生集结的修炼和修持 最后一刹那间当中 能召见万法的真相 因为刹那加行一般安立在十地末位 在一无间的刹那间当中 马上获得福果的 这么一个有学地当中是最末位的 最高的一个境界 所以这样的境界作为凡夫人 去进行思考的时候 当然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遥远 我们很多人连资粮道的还没有入 加行道的还没有入 要讲到修道当中 十地末位的一个境界的话 非常高不可怕 是这样的可以说 但是我们也以发愿的方式 以了解的方式 或者以戒上善缘的方式来接受 非常有必要 我们讲刹那加行 它这里讲广大方面方面的资粮 非一刹刹那 甚深智慧方面一刹刹那 它就分四个方面的 对境平等性 它这里无相刹那 还有有境无限方面 叫做无二刹那 其实这四种刹那 前两者是非一刹刹那和一刹刹那 这个是在其他的一些诸授当中 现前功德和未现前功德 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的 为现前功德非一刹刹那 已经现前功德一刹刹那 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 后面的无相刹那和无二刹那 这两个相关实际上是 证物本性方面来分的 一个是证物对境的本性方面来分的 第二个是证物有境的本性方面 从两个本性方面来分的 所以我们的很多建议当中 都是从梵体来分的 不是从本性方面来分的 因为它的四种刹那 在四刹那的加行的话 实际上里面的很多内容非常相似 但只不过是它的一些繁体 它的一些不同的点 进行分四种不同的刹那 非一刹刹那 乌二刹那 无相刹那 这样总共是分四个仙观 首先是第一个 广大方便的资粮非一刹刹那 实际上它分为真实的非一刹刹那 还要讲它的比喻 能表示它的比喻 从两个方面讲的 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说是 那这个意思我们应该知道 上面刚刚阐述了《坚持加行》 其实《坚持加行》 一百七十三项 逐渐次第的修行 那么次第的修行 到了最顶点的时候 实际上是获得了刹那加行 获得刹那加行的时候 我们坚持加行的时候 可能通过入定 又出定 又入定 入定和出定 以论法的方式来 慢慢慢慢修行 传习 但是到了刹那加行这个时候 一刹那间当中 能召见一切万法 所以在师弟末位的时候 有非常大的成就 不像我们现在一样 我们现在觉得 仙和空在我们面前是比较相味的 油和物也是相味的 身和灭也是相味的 但是到那个时候 因为证悟了万法平等的本性 一切都是在刹那间当中可以召见 从这个层面 分为现前菩提的刹那 用分为四个方面讲的 第一个非一处刹那的本体 实际上它是一种修行广大形象的一种资粮 最究竟的一种境界 这样的一个显观 那在这里怎么讲的呢 说是十等一一种 施诸无漏法 到了最高的 非异熟的刹那现前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呢 因为前面我们讲了六度 就是刹地刹地的 布施 刹戒 安然等等 刹地刹地的修行 到了这个时候 实际上它应该是 六度波罗蜜多 它是异熟过世神的因 我们离熄过法身的因 修智慧资粮的 异熟过世神的因 修福德资粮 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 讲宝行论的时候会知道的 我们获得这个果 一个是摄生的果 一个是法身的果 摄生的果实际上是通过一些修行 积累福德资粮以后 可以成熟的 它叫做成熟的果 我们现在在因地的时候 比如说向好圆满 这些功德没有具足的 通过修行以后 它的异熟过可以现前的 而一些法身的果位 它叫做离熄过 离熄过离开了我们的障碍之后 它自然而然具足的 发生的二十七种无漏功德 实际上都是 二十一种无漏功德都是自然本具的 这叫做离熄过 这里首先讲的是非异熟过 实际上是六波罗蜜多 那么六波罗蜜多 他是布施等六波罗蜜多 就是在一个法当中能涵盖 或者能摄持一切所有的无漏法 比如说一个布施 在布施当中 持戒的无漏法 安忍的无漏法 包括精进和禅定智慧 以及四连熟 四正断 三十七道品 还有十五位 十八不共法 十五位等 所有无漏的这些功德 在一个法当中可以具足 这样我们应该知道 这种能忍 能忍的话 一般来讲 我们用佛陀的称号 在这里施蒂摩威 现前刹那加行的菩萨来讲 他是以刹那间当中能获得这样的知识 这样的智慧功德 因此我们在这里讲非异熟刹那 实际上它是一种显正的功德 我们很多学习 或者研究相关专论的 一个比较通用的名称 非异熟和异熟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 非异熟 一般来讲 七弟之前的所有无漏功德 叫做非异熟功德 叫做非异熟的显正 非异熟的显观 那么八地之后的 这些所有的无漏功德 叫做异熟功德 现前这样异熟功德的智慧 叫做异熟显正 异熟显观 所以这是一般通常 显观专论的很多知识 研究显观专论的知识 也是一种通常这样的说法 那这里因为七弟之前的这样一种说法 恐怕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查拉加行基本上是十弟末位的 他的地界的显 十弟末位的一个显正 十弟末位的显正的非异熟 为什么叫做非异熟呢 实际上成为非异熟的原因呢 因为摄身功德的本体 还没有现前 就真正的摄身功德 因为这个是非异熟的查拉 和异熟查拉 它是分为两个方面的 翻体来分的 非异熟的查拉 它是建立在 刚刚坚持加行接受 因为坚持加行是一种非异熟的 这么一个成熟的因 那么这个因 马上现前的时候 非异熟的查拉的果 所以说它是靠近 坚持加行这边的 因此它叫做非异熟的查拉 然后异熟查拉 它是接近什么呢 它是接近真正的菩提 现前摄身果位 它这里的异熟果 跟我们平时的异熟果之间的差别 还是有一些 因为这里的异熟果 值得摄身的功德 比如说向好圆满 这些我们叫做摄身的果 摄身的异熟果 那么异熟摄身果 这样讲的 所以它为什么叫异熟果呢 异熟果呢 因为实地完了以后 马上能现前后面的这些摄身的果位 所以它虽然是一个查拉 但是这一查拉 一个是靠近坚持加行的原因 叫非异熟查拉 然后一个是从梵体上面分 一个是靠近后面的 真正异熟的摄身果的查拉 叫做异熟果 还有我刚才也讲了 七地之前叫非异熟 七地以后 八地以后的功德和显正 叫做异熟查拉 异熟果 这样也可以说 所以我们在《俱舍论》当中讲的 异熟果和异熟果 还是有一点差别 它这里的异熟 指的是异熟果和异熟果 《宝心论》里面所讲到的 异熟的名称比较相同 所以在这里 大家也知道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一个功德 感受人说 一个猫牛 刚刚是不是我的话 也比较像一些感受人 一头猫牛 一个猫牛 所以我说 一个差拉 怎么讲 一个布施的境界当中 其他所有的功德都圆满 比如说 我今天吃戒 本来吃戒是 六波罗蜜多当中的一个 但我在吃戒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是 其他的六种波罗蜜多的功德 无漏的这些功德 在吃戒的行为当中都圆满 还有千千万万个 这些无漏的功德 在那个时候 一刹那就能完成了 有些人想 为什么是这样呢 不可能吧 因为每个本体都不同 实际上这个是有答案的 因为不管是吃戒的本体 布施的本体 智慧的本体 禅定的本体 本体都是等空无二的 空性的 因此只要我们 现前一个功德的时候 如果这种功德已经成熟了 已经训练得非常 到了顶点的时候 完全都是可以的 如果它的本体是分开的话 那我们现前一个功德 不可能现前其他的功德 我们《四百论》当中讲 一个空性的法 其他一切万法的法 如果我们证悟了一个空性的法 以此类推的话 利根者对其他法的本体 也完全可以证悟的 同样的 我们这里到了恰拉加行的时候 一个布施波罗蜜多的时候 其他所有的功德 在这里可以圆满的 所以任何一种修行 到了最高层次的时候 其实无有轻作当中 都完全可以实现的 就像我们现在有些 艺术家也好 有些哲学家也好 别人看来 这个是非常难做的事情 但是一个人 他在经过长期的时间当中 或者包括他前世的一些习气 讯息 那这样即生当中 他就非常容易地完成 这一点也是可以的 我们看到有些 我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学的话 有些人轻而易举的 这件事情 因为他对这个很熟悉 而且经过长期的 比如说我们打电脑 或者任何一种知识 有些人对他不熟悉的人来讲 非常困难 包括一些医学上最高端的 一些 最定点的技术 我们可能没有学过的人 对这个想都不敢想 但是真的学过的一些人 他对最细微的一些 做手术也好 现在科学发达的时候 其实人的这种智慧 也非常非常的凌锐 他可以一般说 我们难以想象的东西 他可以有一些 通过他的智慧来可以操作 这也是同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学过 这方面没有传习的话 布施就是布施 持戒就是布施 安忍就是安忍 完全是分开的 但是菩萨经过多生累劫 这样训练之后 最后一刹那间当中也是可以的 还有其他的有些诸授当中 还有一个合理的道理 因为我们在这么漫长的时间当中 学习的时候 修学的时候 我们会发愿 我说 一刹那间当中能现前一切万法 这种发心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 以前有一个叫熔顿大师 他的诸授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说 一刹那间当中现前一切万法是合理的 多生累劫的 他的发愿力显现的 万法的真实力显现等等 有很多因缘具足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不可以的法 都可以的 这是第一个刹那 讲他的比喻 能说 能表着比喻 犹如诸佛 动一出水轮 一切顿转动刹那之一耳 他这里说 我们前面讲了一个 非异熟的刹那 在一个布施当中 一个波罗蜜多当中 其他的波罗蜜多 乃至一切无漏的法 一刹那间当中可以现前的 那这是可能吗 实际上是可以的 他这里讲一个比喻 比如说世间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比喻 一个法现前的时候 实际上只要通过长期的讯息和传习 那么跟他同类的很多的法 在这个刹那间当中同时可以现前的 这个就像我们世间当中的有些技术 功巧名也好 或者是世间当中的一些技术 一个人他在刚开始造作的时候 原来一些取水的机器 刚开始做的时候 需要人们的一些轻作 动作的转动开始做 就像《入中论》当中也是讲了 随车 随轮有这样的 这种随车 随轮可能古代的也是一种机器吧 就是一种机器 刚开始造作的时候 在转动的时候 需要人们的一种轻作 但是到后面的时候不需要 稍微跟他接触一下就可以 我都有时候想 我们藏地的一些大的转经论 刚开始很多人的时间都开始推 最后实在是旋转的时候 人们稍微跟他接触一下 他自己 这样旋转了 非常容易 所以所谓的水车也是刚开始的时候 他需要有一些轻作 我们其他比喻当中也是有的 到一定的时候 通过稍微对他的接触 这样之后 自然而然会转动的 同样的道理 刹那一树的智慧也是如此 刚开始我们对万法的传习 包括召见食物的本体 那这些有一定的困难 布施的时候 我可能只能 四足当中的布施还可以的 但是三轮提空的布施 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难的 然后即使我对三轮提空的布施 是可以的 但是在布施的同时 我做持戒 二人 这些其他所有的事情 在一个法当中是非常难的 但是我们长期地学习 并且通过修行 而且修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知道这些万法的本体 其实持戒的本体 三轮提空 布施的本体的三轮提空 以及乃至佛陀的 一切智制法之间的 所有万法的本体 生意当中是了不可的 世俗当中如幻如梦 这样的时候 最后我们通过长期的 断除了一切障碍的时候 那么就是现前智慧 而这种智慧 完全能无清作的 人云自成的方式来 照见万法的本性 这也是刹那间当中可以完成的 就像随车已经非常熟练了 这个时候自然转动一样 这是世间当中的很多技术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很多人刚开始 对任何一个知识非常陌生 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 确实也是非常容易的 不管是什么知识 他专业的知识 萨迦班智也说 世间上没有困难的 只要专习都可以的 就像滴水专食一般的 因此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也要有一种发愿 佛教当中的修行 并不是世间人专业的目标 世间人很多专业的目标 一生一世吧 我只要没有离开世间之前 很多人学习的目的都是这样的 我只要这辈子 获得好一点的 我们看读大学的时候 学习的专业都是这辈子 而没有一个 除了一些宗教的教育以外 没有一个为了下一辈子 再下一辈子 乃至生生世世而打算的这样一种 长远目标的一种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 很多人来说是非常少的 这也是我想大乘佛教 也跟现代教育有些不共之处吧 因此我们接受大乘教育的时候 应该要想一想 自己是怎么样发愿 我们的生命滴滴气去也不是一时一生 马上好像是水干了一样 火熄了一样 火灭了一样 再也没有了 不是这样的 通过丰富的教育和自己的体会 也完全知道我们人还有轮回 延续不断的扭转 在这个时候 为自己没有创办优劣的话 其实我们也是非常幼稚的 因此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最好的方法 就是发大乘的菩提心 然后应该行持善法 我们现在大乘佛教徒 其实今生跟来世相比较起来 对来世重视的 然后这一点 大乘佛教徒大多数的价值观 这个跟现代人的价值观 有着重大的不同 很大的不同 可以这么说 因为现在我们大多数的人 包括一些佛教徒 他就是现实主义者 他只是看到精神 这个相当于只观今天 不观明天一样的 还是非常有一些 值得探索和思索 我们为什么现在人们 对因果的取舍方面 特别盲目不忍 原因都是于 因为我们现在的价值观 还有我们的目标 还有一定的距离 这方面要考虑一下 下面我们讲一下 刚才非艺术的刹那夹行已经讲完了 不知道很多的老师们通达没有 因为相关的道理 有时候很多人是爱坐飞机的 但我从你们的表情上看来 还比较不错的 网上的这些道友不太清楚 看不到 以后应该看每一个电脑面前的人 都要看他的表情 我应该看得到 怎么看啊 一刹那间当中可以现现 深深智慧之资粮 这个一刹那 下面是 若是一刹且一切百发心 薄若不罗密及一刹那之 这个是讲一刹那 一刹那刚才也讲了 实际上它是深深智慧究竟智慧资粮的一种相关 刚才是方便的 也就是说是一种福德资粮的显广 它究竟福德资粮 究竟智慧资粮 智慧资粮的话 我们现在从资粮到开始 一直积累积累积累 读研究生 博士生 拿什么样的智慧资粮才到真正 比如说 博士生读完了 马上要进入博士河 就像佛陀的果位一样来比喻 什么样的智慧 你们可以想一想 那它是什么样呢 它实际上我们前面讲了 《坚持加行》当中 前面的六度和六随念 这些主要是福德资粮的因 后面有一个叫做无视心智 无视心智是觉知一切万发为空性的智慧 这个是智慧资粮的因 它是智慧资粮的因 其实这个圆满 最后也可以说 利息发生究竟的因 就是一树刹粮加行 它是利息发生过的因 因为当我们真正的现前 十地末位的时候 而且智慧资粮究竟的 这个时候可以说 马上要起现一树刹粮 那一树刹粮的这种本体可以说是 因为我们相续当中所有的这些 从凡夫到十地之间的这些 勇然自然而然离开 那么他们离开以后 现前智慧白发 那种白发像秋天的白云一样 没有任何的勇然 就是一切无漏的善根白发 也就是说 它就是最究竟的 智慧波罗蜜多的一种本性 当你真正在相续当中 现前这样的究竟波罗蜜多的智慧的时候 这是一种一刹那间当中 能照见一切万法的究竟本体的一种相关 这个时候 你就获得了这样的相关 他为什么说 它是生生智慧的一树刹那呢 因为只要通达 一切万法的真正的本性 没有这个生生智慧 是不可能的 因此这种一树智慧 它是直接观察任何事物的本体 就是空性方面 通达空性方面的 实地摸为最高的一种相关 这时候同样的 其实这个也是为什么这样得到呢 我们在因地的时候也会发愿 总有一天 让我现前智慧波罗波罗蜜多 刹那间当中 照见一切万法的本体 所以我们刚才 非异数的刹那相关 实际上我们在因地的时候 也是发愿 当我一旦通达智慧波罗蜜多 一刹那间 显见一切万法的世俗现象 其实这两个 一个是照见生意地的空性方面 一个照见世俗的现象 刚才非异数的这种智慧 照见世俗的现象 我们经常讲的 今所有之和如所有之吧 因为这两个智慧 马上就变成佛的智慧 马上佛的智慧的时候 就变成了净所有之 前面非异数的智慧 就变成净所有之 异数智慧变成如所有之 那知道如所有之的对境 是什么样 净所有之的对境 大家都是学过大乘论典的人 都会知道的 在《暴行论》当中 无分别的智慧用利胎来比喻 比如说 孩子离开母胎的时候 他已经马上现前了 另一个世界 同样的道理 我们获得了 异数的刹那现观的时候 就马上获得了自然本质 也就是说获得了真正的法身智慧 因此他是从利因和利果 利息因和利息果的层面 来进行安利的 他就马上获得了利息的果 利息的果是什么呢 就是法身智慧 法身智慧就是能照见一切万法 本性的智慧 这方面我相信很多人对大乘佛法是非常有所了解的 下面讲两个刹那 证物本性方面也是分为 一个对境方面的证物 叫做无相刹那 这个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由布什当心诸法如梦诸 以刹那能证诸法无相心 这个第三个刹那加心 叫做无相刹那加心 无相刹那加心是修行 一切万法的本性 或者说对境方面的一些万法的本性 远离四边八心的一个 这样修行的相关 他的法相是这样的一个法相 它是什么样的因呢 实际上它可以说也是平等性法身的因 在三生当中 四生当中是平等性的因 在我们因地的时候 我们前面讲四加心的时候 它修行的方式 一个叫做不住加心的方式来修行 一个叫做不信加心的方式来修行 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的无相刹那加心 实际上是前面的不住加心 修了很长时间 最后到达最终究的结果 这个就叫做无相刹那 那无相刹那这种修行的境界 是什么样呢 主要是抉择在对境方面 我们这个法 一个是对境 一个是有境 我们的智慧和对境 其实最高的境界的时候 对境和有境 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可以无二无别的 但是在我们翻体上分 有两种 那么我们无相刹那 实际上按照五八护护的注释 这个分得比较清楚 指的是对境方面的一些分析 这样的话 布施等心 诸法如梦咒 我们在修等持加心的时候 布施等六多万心 正等加心当中也有 还有坚持加心当中也是有 凡是我们修行大乘佛法的时候 布施持戒等 这些六波罗蜜多 那么行持布施持戒等 六波罗蜜多为主的一切无落法 实际上是我们通达它的本性 知道它是显而无自行的 如梦如幻 已经证悟了这样的境界 证悟了这样的境界的时候 一刹那间当中能照见什么呢 能照见一切诸法无有相状 无有相的本性 什么相呢 远离一切相 身 事 多 义 高 低 世间当中我们现在有很多 都是二元化的一种观念 要么是有 要么是没有 要么是好 要么是不好 凡是有很多很多 对立的这些法案 但是真正诸法平等的 刹那加心的相关当中就没有 因为通过很长时间的修行 不是当这些一切的法 全部都是最后如梦如幻的 梦幻当中有没有真正的高地上下 法相有没有 没有吧 我们知道在做梦的时候 梦中有时候可能有什么大象 做噩梦 美梦这些 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心的变化一样的 当时你做梦真正的对境 有没有真实的 比如说一个高山和大海 但是高高在大山 还有平地上的大海 这两个 我们只是在梦中的一种虚幻的执著 实际上在对境当中 根本是没有的 因此当我们真正的无相加心 现前的时候 实际上所有的这些万法 只是梦幻的境界而已 这是主要对境方面讲的 这样以后能取所取所舍的一切障碍 通过长期的修行 最后这些障碍都予以断除 并且现前智慧 这是刹那加心 也就是说无相加心 无相加心是有经方面这样讲的 那么有些人说网上听过比现场听过还更方便 说的为什么 一打开就可以了 无相加哪加心 对境等心的无相加哪加心 懂得吧 也许《现观传论》 很多法相一定要背诵 一定要再三地去了解 要可以对应很多不同讲义和不同上师的教言 下面这一品当中的最后一个偈颂 有经无二刹那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如梦欲能见 不见有而想 以刹那能见 诸法无二心 这个是颂词 前面的无相刹那当中 也是有诸法如梦诸 然后在这里 无二刹那间当中也是如梦欲能见 所以都有梦的比喻 其实梦的比喻来说明我们世间当中万法的现象 佛陀许多佛经当中也是讲诸法如梦 诸法如幻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比喻 可是我们凡夫众生的确也知道 梦是不存在的 当时也会执著的 但现实虽然世间的理论当中 也是有诸梦人生等等 有很多的一些 比如说黄粮美梦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说法 但世间当中很多人 世间人也是对梦认为是假的虚伪的 而现实是真实存在的 修行人也是 虽然用着各种不同的 高僧大德和诸佛的教言 认为是诸法如梦 但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 还是跟梦河有一定的差别 跟黄黄也有一定的差别 包括马尔巴罗在他的儿子死的时候 也是他哭得特别伤心 然后有一个老太太说 上师啊 你不是天天说 诸法如梦如幻啊 为什么今天你的儿子死的时候 你哭得那么厉害 马尔巴罗在说 虽然是如梦如幻的 但是我的儿子幻幻当中 也是他是特殊的幻幻 所以我就比较伤心 所以包括有些世间的明星也好 很多人平时说的还是不执著的 但是真正遇到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也是比较执著的 最近成龙也是很痛苦的 你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原因我不讲了 对吧 你们也知道 如梦于能见 不见有耳相 以刹那能见 诸法有耳 也就是说 无耳刹那 实际上它的本体是行事 有经是无有任何相的 一个究竟的相关 它的本体都是这样的 实际上我们在这里要知道 无耳智慧到了最究竟的时候 一种他前面的因 或者我们前面讲到 不住假心和不心假心当中的 不心假心 到究竟的时候 实际上是我们这里的 无耳智慧 无耳擦那加心 他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如梦于能见 不见有耳相 他这里用了这个 也是梦中的比喻 如果在梦中看见一切的大象 山河大地 外境的这些梦境 但是这些梦境当时的能见 当时执著梦境的这颗心 那这颗心 实际上是能执著的这颗心 还有所执著的对境这两者 没有二相的 刚才是指的是 对境方面来进行分析的 然后我们现在是 有境的歇史方面来分析的 当时你在做梦的时候 山河大地也好 或者出现地震 海啸 或者火灾等等 这些痛苦的话 你当时嫉妒的恐惧 但是恐惧的心和对境的 显现的 恐怖的灾难 这两者不可分割的 没办法分的 没有二相的 同样的道理 当我们到了十地末位的 刹那间行现前的时候 通过很长时间的 不诸加行和 不行加行 尤其是不行加行的 相关得到圆满的时候 现前刹那加行 那刹那加行的那个时候 可以说是整个一切万法对境的显现 跟自己的相没有二相 所以叫做无相刹那 无二刹那 没有二刹 能取和索取没有二刹 因此能取索取的这些细微的障碍 到了这里的时候 完全可以全部予以遣除 因此现前 十地末位的 马上能现前复过的 这么一个特别殊胜的一种智慧 因此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 一定要在座的各位 可能学习现观庄案论 马上每个人现前这样的 无二刹那 无相刹那 异数刹那 非异数刹那 这是非常难的 这是十地末位的 特别高的一种境界 但是我们现在修学的时候 实际上可以发愿 但愿我一旦各方面因缘具足的时候 能现前现观庄案论里面所讲到的 十地末位的 刹那戒行的现观 当我真正得到这样的时候 无论是利益众生也好 或者在这个世界当中 如何运游宣说佛法 那我非常杀陀自在 不可能现在养的 然后走几步路 传奇 我看到好几个新来的这些人 走了几步路 然后又休息 不像这样的 那个时候可以 犹如莲花不住水 犹如日月不住空 任何一个世界当中 你可以自由自在地 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一刹那间当中 也可以度无量众生 而且一刹那间当中 现前所有轮回涅槃的一切法 那个时候虽然有这个现象 但是没有能去死去的 现在那样的执著 现在我们在听课的时候 心态是很好的 大家都是 当时过了以后 可能就成立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有些人跟我讲 听课的时候我就不想吵架 还是好好地做一个很好的佛教徒 但是下了课之后 我看到很多人的行为是 看不光 我特别想吵架 那我开玩笑说 那就白天晚上你一直听课 现在网上有那么多的课程 你一直听的话 那他们说也没办法 其实我们有时候发愿很重要的 尤其是学习大乘佛法的时候 我们随时随地都有一种机会 尤其是依靠大乘佛法的加持力 我们一直没有间断过的传承和 上师们这样一种遗传的加持 同时我们自己也是发一种善愿 这样的话 那我们一定能现前这种智慧 那这种智慧 对我们世俗的智慧 完全是没办法相比的 世俗的这些智慧 我看现在很多非常有名的 大学里面的智慧 大家追求的智慧 就是为了吃饭而学知识的 为了煮饭和为了吃饭 最高的目的都是 让我吃得好 过得好生活 其实过得好生活的话 人除了吃住以外 基本上也没有更多的一些 众生享受的 基本上是没有的 所以现在很多教育的目标 让大家吃得好 穿得好 玩得好 这也是一种理念 但是我们不能复人 还是需要这种智慧 但最重要的 需要无二的智慧 那么在这个时候 有些人 关于这个道理 有些人会有这种辩论 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讲到 无有任何的执著 能取所取也好 包括梦和梦境的比喻 都是一种无二的梵体 无二的梵体 有些人跟我们会辩论 说如果是这样 那在我们有学道当中 同时应该有召家二弟的过失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无二刹那加行的缘故 无二刹那的加行的缘故 有些人是说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因地的时候 有学道当中 从一地到九地之间 十地某位之间 也应该有同时召家二弟 同志召家 那这样说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承训 这里是可以承训 尽管《众长论》当中 作为有学地 有四种般若法的存在 四种般若法 比如说在一刹那间当中 可以满足众生的愿望 能成熟无量的众生 同时也通达三轮体空等等 有四种法吧 在有学道的过程当中 也通过有四种法的存在 前面法太过的这些人 并没有懂得这些道理 所以每当遇到甚深法门的时候 很多人不懂 没有智慧 所以爱说者常难 我们前面经常说 我们辩论的过程当中经常 这也是一个藏传佛教当中的口头禅 别人都是经常需要 摇闻较之 或者吹毛求迟的时候 我们就经常给他说 你就是爱说者常难 你特别爱辩论 爱辩论的话 实际上不通达真正的意义 说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我们经常爱挑毛病的这些人 在相关传论当中爱说者常难 这些人只不过是爱说者常难而已 实际上真正地用公平正知 或者以真正的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弥利菩萨相关传论的究竟论业 并不是这样的 应该说 究竟论业在实地当中 都有不同的一些 三轮体空的境界 空性的境界 有学道当中都有不同的 甚至按照麦彭仁波切的观点 我们还没有进入加行道的时候 在凡腹地的时候 也可以对利息中观 有所认识 有所修持 断除一切戏论的 这样的道理可以进行修持 所以说我们要有一种 对辩论也好 事物的一些真相判断的时候 公正的 客观的评价和智慧 非常重要的 包括我们对一些论典的赞颂也好 包括一些上师的赞颂和评价 也需要一种公正的 这一点很重要 我也希望很多法师也好 道友 大家都是 不管是自己的上师 别人的上师 千万不要去夸张 我最近听说 有些人专门讲我的功德 还有里面讲很多夸张的词 这些我不太愿意接受的 我自己 我以前也是说过 也不愿意 别人在身上 根本没有任何功德的 可以天上飞 石头上可以留脚印 还有前世是谁的华士 哪里的华士呢 这些是非常出现的东西 这是也不可能的事情 我自己飞了没有 我自己也知道 我这辈子飞过没有 我自己也清楚的 别人如果说我飞的话 我认为这肯定是假的 所以我不喜欢别人 对我过于夸张 你们可能有些心灵的对恭敬心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一般来讲 讲英明的人 讲中观的人 靠不起别人推测的这些话 最好是不说 也不愿意听别人说 你是特别特别华 你一天都是杀一百头牦牛 这样我也不承认 我也确实从小的时候 尤其是对生命 我自己没有的这些过失 别人也跟我说的话 我也不承认 所以希望有个别的法师也好 你们也许可能心是好的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当中 需要一种正义 也需要对人 也是一种客观的评价 否则 我确实喜欢的还是放生 我以前也是说过 前一段时间 我生日的时候放了很多生 我非常欢喜 我当时也给很多道友都说了 我活着的时候 我的生日当一个放生日 很多地方 甚至一些全球性 我也特别特别开心 一旦我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我死的那一天当着一个放生日 这也是我对后学者的一种希望 因为我翻译了很多的法本 尤其是对汉地这边 也花了一定的时间 所以也许可能有个别人来讲 是对我的法恩 也有报恩的心态吧 一旦有这样 一旦我离开的时候 可能会能不能变成这样的 这是我以前也是说过 也是这样想的 但除此之外 我也希望 不管是好意也好 好奇心也好 或者是敌意也好 任何方式来过于的这种 这我们叫做正顺 正义和顺见 知道吧 正义是什么呢 正义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你一直夸大气质 一直说 啊 堪布的神通非常非常不错的 而且他的眼睛特别好 他除了一万公里以外的东西 照见得一纳无意 非常容易的话 也许可能非常愚笨的人觉得 可能真的他有天眼通 但实际上我经常找任何东西 找不到 这个是不用别人说 我自己知道的 这叫做是一种正义 大家也知道 我的身上也是这样的 希望我们每个人 也是愿意这样的 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如果自己不对的地方 别人说出来 你也没有办法逃脱的 确实你做了这样的坏事 别人说出来 你也没有什么说的了 你根本没有这种功德 要说出来的话 你觉得 哎 这对我来讲是太 但这样的话 这完全是一种欺骗 所以我希望我们 现观传言论当中 也是经常提到了 公平正知 具有智慧 还有希求论义 这些都是非常 弥勒菩萨在其他论典当中也是提出的 我们人生当中 要追求一种正义 追求一种客观事实 而且我们佛教徒在任何时候 我昨天晚上也讲了 我们佛教徒不要讲很多是非 非方面一定要注意 也不要讲很多超生的一些 如果你真的见到了 真的看到了 那这样你对少数人说一下也可以 否则这也是一种 出世间的一些超越境界 在佛教当中尽量不要外缩 这也是一个事实 所以希望大家应该在不同的场合当中 掌握分寸很重要 人有没有智慧呢 一个是世间法的智慧也很重要 现在我们世间需要什么样的 这一点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出世间的 比如说因果正见 生意空性 这方面也很重要的 因此我们站在一个 应该是非常合理的平台 展望世界的话 对自身应该没有任何的障碍 否则这个世界你只看外面 不看自己的时候 有时候自己的身上从来不照镜子 也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 怎么你胡扯没有了 现在越来越少了 是吧 好 下课了 比估访者 油 当中尖仑 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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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